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这两天很多观众朋友 那么打电话到公司来 那非常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 因为彦荣老师一向以来 从在今年 目前今天是7月17号 那么在今年1月份以来 彦荣老师是全力做多台股的 但是在从上礼拜五开始 彦荣老师有打了一个测标 跟我们今天第二段的一个测标 是一样的叫做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那结果很多人非常惊讶 所以打电话来询问 到底目前彦荣老师的看法 那当然这个是大家所关心的 那彦荣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也会一并的做一个说明 在第二段当中 那尤其在今天这个盘式 果然呼应了彦荣 在上礼拜五所谈到的 怎么走的呢 好 我们首先来看到这张字卡 今天是一个开高 然后一路上震荡走低的格局 中场只剩下上涨了4点 那我们回顾到最近的这个走势 7月4号我率先带领会员逆势 获利买进去的三档股票做多 测标当中的三档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7月10号才提醒大盘的转折 那接着就拉了206点 所以我常常讲 你给我300点 我有转折就有价差 但是这次只有206点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你说低档区 如果你不知道去买的 那空单不知道去回补的 高档区不知道去空不知道去卖的 其实说真的就像这样子 报上报下 那我常常讲就是那句话叫做 竹篮子打水也是没拆钢啊 是不是 所以重点是怎么样 要有一个预告的资讯 因为整个每一次每一段的空间 这个阶段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如果你不是买在最低点附近 如果不是卖在最高点附近 说真的完全是没有空间的 那你说晏龙老师 你只有在这一次7月10号 预告大盘的转折 7月4号又领先的逆势获利吗 那如果你这么想 那你真的小看我晏龙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止这一次7月10号 大盘转折领先做一个提醒 就成如前面的每一段都是如此 好真的吗 我们来看看回顾一下 好你看到在当时一月份 我说三星变盘向上 有没有 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 哇空很用力啊 我特别特别想把你拉你一把 想要救你 我说不要空在地板上 还记得是3月10号吧 应该是 好那这个叫做 破底翻快攻万点 哇空方的言论盛销成上 晏龙老师呢 用这句话来告诉你 希望可以再救你一次 破底翻快攻万点 那有没有快攻万点 有啊半个月就攻上去了 是不是 那有这些操盘的绩效 这一段才400点的 那打下来之后呢 这一段是300多点 有什么 有这些绩效 有这些绩效 那甚至在这五天 每一天都告诉你 这个卖压很重 不要去追高 那果然杀了 230几点下来 那当时你没有听进去的 到现在还没有解套 是不是 那这个过程当中 果然啊在这里 6月15号说什么 说埋锅造饭要做多 那结果呢有什么 有这个 有这个 甚至还有一个 空方的利润 郁金光 是不是 那结果呢 到这个地方低档区 你看才拉了206点 7月10号的预告 那事实上个股在这里 就先买进了 代表什么 代表将来就算走空头 我依然有带你 逆势获利的机会 这个是最佳的证明 所以股市当中要掏金啊 真的极端不容易 但是重点是怎么样 你只要跟着 领先预告的资讯 领先预告的call stream 甚至呢 你要跟着 预告的工具 那我相信呢 你在这个地方 就能够拥有 翻身的这个机会 那A指标 有没有预告的能力 我相信呢 在你的心中呢 有一个天平 你非常非常清楚 那当然我想 最重点的部分是 这个预告要有根据 预告要有这个流程 那晏蓉老师呢 在当时 在每一个低点区的预告 高点区的预告 那这个根据又是什么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A指标的一个操作模式 叫做倍数获利模式 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 好A指标的倍数获利模式 那么多空双向 多空双向 那么从这个当时 在4月份所提醒的 这个叫做微星 微星为什么提醒 因为对称支撑出现 当对称支撑出现 它是最低点 当看到这个股价低点 跟指标低点是同步 当时第一时间做预告 那结果呢就拉上来了 那甚至到了这个数据 拉到0.09的时候 也跟你预告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主升段开始 所以通常都会先看到这个现象 就像在6月10号开始 跟你天天预告的 翻版股第五档股票 那么当时这个叫做 2455的全新 那么这个地方正好0.08 那微星在第二段操作 这里正好是0.09 那你看到这个之后呢 你不会去追高 那我会等打下来之后 转折出现再来买 数据创高点 打下来之后再来买 那直到什么时候去做卖出 直到数据不再创高点 我们可以去把多单出掉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来做放空的动作 那这一段到这一段 可能差不多两个月 少则五成 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 那到这个地方 就开始进入空方的循环 那你看到大雨滋 绿月 你看到我二月份 1262的绿月 我为什么去提醒 我知道这个现象出现 三个月跌掉五成 结果跌了六成 所以这个叫做 多方循环开始 这叫空方循环开始 所以把握多空循环 一个月要赚三成 真的不难 真的不难 你想想 如果你能够跟到这样的资讯 那你仅剩下的资金 每一个月你计算机点一点 每个月复利三成 那你多久可以回到你的过去 那你要跟谁 那燕阳老师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我想你来看一看 来分享一下我的做法 有没有根据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这档股票叫做什么呢 叫做2377的维新 那今天是拉回来了 他先拉了56% 再拉34% 当你跟对一个人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你可以跟着我们一样 有赚一个月赚三成的机会 可是你跟错人了 你就来帮助我们做出货 来帮助我们有赚这三成的机会 你可能追高杀低 今天套牢了 是不是 那燕阳老师为什么可以办到 跟你不一样的一个结局呢 好 这个地方你所看到的 这一段的上涨 刚刚你看到的叫对秤支撑 对秤支撑出现的时候呢 他是买最低点的模式 对秤支撑出现 股价最低点 跟指标最低点同步 代表什么 低估的现象出现了 当股价低估了 就是便宜货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70万可以买到100万的东西 为什么不买 当然要买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当时权力做多了 4月份一直跟你提醒 果然拉上来的 而到这个地方 拉高之后 我们也知道主身段开始了 为什么 因为数据创高点的 数据创高点代表进入主身段 但是我说不要急 那这个地方等到洗盘 写的差不多再买 所以我在这里跟这里 因为转折再度出现的 所以呢 你早来就买在这里 晚来就买这里跟买这里 那从这个当时最低点的买进 那我们看看这两个抠讯 好 我想这个是6月12号买的 好 685到695 那这个是6月30号 695到70.5 那结果呢 在上礼拜五呢 已经来到78.5了 所以这个就是扎扎实实的 所以A指标的操作 就是在最低价当天 最低点附近会出现买点 那有吗 有啊 这就是证明啊 那确确实实当时低点买进啊 那甚至呢 你晚一点来的次低点附近 那么次低点附近呢 也会给你做一个提醒 可惜很多人啊 总是涨了三成才出现买点 买在这里还好 但是你可能这里就被洗掉了 那么涨了三成才出现买点 但是我们总是买在最低点附近 所以你要不要跟这样的抠讯 这样领先的抠讯 所以你要不要时时刻刻 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为什么 如果你不跟这样的抠讯 如果你不使用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操盘工具的话呢 你会非常吃亏 为什么 因为最低价的时候呢 你会去杀低 你会帮我们进货 因为最高点附近拉高的时候呢 拉三成的时候 你才会去追高 你可能会帮我们做出货 所以呢 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你要不要时时刻刻 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抠讯 以及这样子的工具 我想呢 这就看你自己呢 整个价值观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 当然我会做对一档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复制 不断复制这样成功的经验 所以你会看到说 翻版股好像只到第四档了 那好像有第五档你们错过了 第五档 那有预告吗 当然有啊 从6月差不多10号开始 6月10号开始 我说我要让你最快的速度拉一成 那果然先拉了一成了 那结果这档股票后续上 还真的拉上来 而且拉了三成 谁呢 叫做2455的全新 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翻版股第五档股票 那所以晏隆老师的一个根据是什么 来你看到 这个叫什么 叫做主身段又要开始了 主身段又要开始了 所以呢 整个过程当中 晏隆老师的操作 其实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我不敢说 我致命一个清流 不敢说我是致命清高 我是清流 但是我希望 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可以去抛砖引玉 我可以改变 你对头顾的一个印象 我每次的操作 我都是有预告的 真的有预告吗 好 回想一下 你什么时候看到这张字卡 6月13号 YouTube你去找一下 YouTube你去找一下 翻版股五的第五档股票 我说七天先拉一层 那真的有拉一层了 那我说不用等进场马上急拉 那五个名额 当时这样跟你提醒 有没有 这个数据在这里 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0.08吧 没有错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那当时呢 在这个地方果然买进去 最快的时间先拉了一层上来 那一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刚刚好 正好又是三成 是不是 所以我说我不敢致命清流 不敢说致命清高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怎么样 抛砖引玉 确确实实我有这个能力 来跟你做预告 每次都是如此 所以当然股市当中 其实要翻身 说真的不难 但是重点是怎么样选顾问 好 这档股票 我相信你会更加的清楚 你的方向 你应该找谁 好 3406的预金光 从这个地方去做放空 为什么 因为数据在这个地方 叫做什么 叫做它有机会 进入一个组跌段 数据创新低 那这个地方就等同 我跟你谈到了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 那这个观念就是 刚刚你看到的 这一张字卡 它数据创新低的 代表它进入什么 一个所谓组跌段 所以弹上来要放空 这里不能空 要弹上来 很多人都是去杀低的 杀低的 那我们是弹上来才放空 结果空在最高点附近 结果一杀就是40块 是不是 那为什么不放空久一点呢 因为我们看到 融券的使用章数 一直在增加 所以我们先赚了一个多单 先赚了一个多单 这个是当时买进去的coction 反手多单再度的大涨 涨了50块上来 所以如果选投顾老师 就是像这样子 选到一个多空双影 那多空双影很多人都在讲 但是重点是什么 这个有陷阱 头顾老师真的是乌鲁木齐 都没坐 很多 制造很多的陷阱给你 那可能多空双影像这样空 必须注意空的漂亮 空在最高点333附近 这个才是你要的 如果是空在长黑 长黑的地点 那这不行 你看到很多人学习我讲话 但是事实上绩效是不一样的 那甚至这个地方空最高 然后买在转折点 7月4号的YouTube为正 你去看一下 我是不是在盘中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是现场都有去录 非常清楚 我在7月4号有特别讲 YouTube你现在看得到 那是买在低点 不是拉到 要拉372 当天去追最高的 来节目上恭贺 不是 你要跟的是这种 空到最低 买到最低的 买到最低的 这个才是真正多空双影 那会不会是只此一家 别无分号呢 你可以自己观察一下 好我想一个月赚三成 其实很多人说 可能吗 可不可能 那晏隆老师朝这个目标 来迈进 也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好A指标的抗讯 A指标的软体 它有一个特征 我们一起打拼 我的方向就是希望可以快一点 当你有100万的时候 行情如果比较低迷 可能赚10% 20% 那么行情好的时候 可能赚4成 5成 结长补短100万的话 三个月平均 每一个月三成的话 它就会变成220万 那如果你有一个退休金 要去做一个规划的 或者孩子的结婚 教育创业基金 我们让它一次到位 是不是 这就是重点 那当然最重点是怎么样 你必须要跟对人 跟对人才有这样的一个速度 才有这样的空间 那当然重点是 必须要多空双影 而且价钱要很漂亮 好我想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这个就是我告诉你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 兜空兜赚的老师 那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孩子的教育 有一个黄金的时间点 不可以错过 那孝顺父母 数欲敬 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戴 所以是不能够等待的 那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要为自己赌金 梦想要及时 这就是重点 那这一切的一切 说真的 金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它的话 是万万不能 股票一定不能够做错 所以现在的位阶很重要 那尤其目前很多的股票 都在高点 比如说我在五月份提醒的 好 4968的利基 这个都由YouTube为证 这个现象 当时这样在讲 苦口薄心的讲 都没有人听进去 那果然你100万 就要输掉30万 你看才一个半月而已 是不是 所以万点的位阶方向 如果做错 或者是追高的资金卡住 将来会非常非常的煎熬 那你知道你的股票的位阶 在哪里呢 如果在这里 就要非常小心哦 好 为什么叶朗老师 不会让你去追高 而且总是买在最低点附近 卖在最高点附近 好 因为我们有这个逻辑观念 有A指标 对称压力 对称压力 A指标的高点 跟股价的高点同步 所以最高价当天 最高点附近 我总是卖的漂亮 空的漂亮 就是这个原因 甚至最低价当天 最低点附近 指标 A指标跟最低点是同步的 那所以我总是买的漂亮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心疼 心疼很多人一再的受苦 这么简单的逻辑观念 很多人竟然要多花个五年十年来弥补 让家人陪着你受苦 那么多可惜呢 我想当然很想要帮助你 但是你在哪里我并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警神 但是却有一个人 真正可以帮助你 那怎么证明呢 好 从当时最低点权力做多 每一次只要有个300点 就有有转折就有价差 有转折就有价差 每一次都是领先的提醒 为什么 因为每天都非常的认真 因为每天都非常的努力 找出晚归 就算假日 也是整天的都在做研究 因为做研究研究股票 带领会员来做股票 这是我最大的兴趣以及嗜好 我乐在其中 所以分析师 他不只是一个工作而已 他是一个事业 我把它当做事业在做 当然目前以我的一个研究 我发现了一些 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所以今天要跟你试景 要说什么 好 唐当普禅黄雀在后 目前只有70%的股票 30%的股票会涨 那在哪里我会知道 而且我领先的告诉你 我有逆势获利的能力 测标是最佳的说明 但是70%的股票会补跌 所以燃霾之急 你必须要顾虑 你的股票到底是补涨还是补跌 那燕尔老师 尽最大力量来协助你 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谢谢 本波段再次大胜 软体价差一口634点 玉京光 仙京光 维新 党党大获全胜 今日入会 全面五折大优惠 全面五折大优惠 洽询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全东东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贷出 全东东库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东西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福利 全东东库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我是彥龙老师 那么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看 台子棋应该要如何操作 应该注意些什么 首先看到这张字卡 好那么今天台子棋的部分 为什么会开高走低呢 来我们看到这里 因为数据来到0.1到0.15之间 代表高点区到了不要追高 因为如果你去追高的话 像这样子你就会被修理 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 A指标操盘软体的话 你一找在这个地方的话 知道高点区到了不要追高 那接着正乖离缩小的时候 你就可以出手去做一个空单 那当然这段价差就是属于你的 那这个是特例吗 绝对不是哦 当你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当你有这套软体的时候 你看得到这个软体的时候 盘中只要有这个现象 你当天价差 常常一天就有50点到100点的机会 真的吗 好包括这个叫7月6号 7月6号为什么一跌将近100点呢 因为当数据拉到0.1到0.15的时候呢 代表高点区到了不要追高哦 当正乖离缩小的时候 你就可以出手 那你就常常一天当中 一口单有50点到100点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每一个高点区 你不会去追高 每一个高点区 你不会去追高 那自然就不会受伤 甚至呢 多方的行情来的时候 你会领先的把握 就成为这一段133点 如何开始的呢 好 燕楼老师在7月4号尾盘 在节目当中 特别跟大家讲 因为当时是预录现场的 特别跟大家谈到说 这个地方对称支撑出现的 不要杀低哦 结果隔天果然拉了133点上来 甚至呢在7月11号也是一样 在前一天的尾盘 也出现了这个现象 好 那么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区了 那么下影线的位置呢 已经接近低点 0点 负0.1到负0.15之间 代表低点区到了 那果然呢 就这样急拉上来 所以呢 如何买在最低点附近呢 就是看到这个现象啊 看到这个现象啦 指标 连股票跟期货都一样 指标跟最低的这个指数 是同步的 这个全市场说真的 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工具 那目前你正好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工具 那最高价当天 最高点附近 股票跟期货都一样 指数呢 会跟指标的高点同步 哎 果然如此没有错耶 包括今天呢 也是一样 那所以呢 如果盘中你没有看到 A指标操盘软体 会非常非常吃亏 为什么 因为 你会因为看不懂 你去追高 那这个 长黑K线 你就当头棒喝 是不是 你看不懂 你去追高 就帮 能够看到这个软体的人 做出货 那甚至呢 这个地方也一样 当你看不到 A指标操盘软体的时候呢 你会去杀低 但是呢 如果可以看得到的时候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怎么样 你会去杀低 帮看得到的人 去做进货 那这样就会非常非常吃亏 所以呢 一定要用对工具 那我想最重点的部分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棋子分享到这里 那股票的部分呢 好 来跟大家谈一谈 7月10号 我预告转折向上 那果然呢 就上去了 那现在目前在这个位阶的话呢 怎么看呢 好 今天7月17号 就是螳螂补财 黄雀在后 为什么 好 这段的压回 因为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区附近 而此时此刻 有类似这个位置吗 好 我们看到这里 前两天来到0.02了呢 那会不会拉高 就正好营造类似这个机会 那因为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那你觉得这次只会跌这样子吗 还是有更大幅度呢 所以这里我们比较保守 比较小心 那所以呢 7月17号叫做 螳螂补财 黄雀在后 目前我认为 百分之三十的股票 它有逆势上涨的机会 百分之七十 拉高 我们要做放空的动作 那你觉得谁 有能力帮你逆势 获利呢 那就看看谁在7月4号 先在7月10号大牌 没有转折之前 领先的带你买进的这些股票 领先的在节目上做预告 好我相信非常清楚 那当然目前有很多的股票 那我想很重要 底部头部是一线之隔 你极有可能 错把这个底部 把这个头部当底部 好 6239的历程 你看到没有 一模一样 这叫什么 封测 那封测只有历程会这样吗 你手上有没有封测的股票呢 必须要过滤一下 好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亚德 上次为什么拉回 因为对称压力 那现在呢 一模一样 有没有可能 故事在这个地方会重演 那这是什么股票呢 叫做机器人的族群 那你手上 有没有机器人族群的相关概念 要注意 好我想包括这个叫字邦 是网通族群 这一段的压回为什么 叫做对称压力 每一次我都有提醒 那现在的位置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相同的现象出现了 有没有危机呢 好网通的股票 会不会都是像这个位阶 要注意 好这个叫创意 比特币概念股 哇这叫送分题 数据一模一样 那会不会三个月跌掉 三成到五成之间 要特别特别注意 你手上有没有比特币概念的股票 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8299的 叫群联叫Flash Flash族群 那Flash的族群 群联是变三个头了 那如果明天礼拜二不涨 那会不会三个头成型呢 那Flash的股票 要注意哦 是不是有群联这样子 要特别注意 好当你曾经在收高的喜悦当中的时候呢 会不会螳螂捕蚕 黄雀在后 它是谁呢 叫做南科 那当然我说过了 你不要自己乱卖 让燕隆老师用A指标 帮你卖高一点 或许很多很多的股票 这样卖掉之后呢 这个手续费 会费可能就会帮你补一点 也许会费就够了哦 全国的投资朋友 我想很多股票呢 目前你可能是库存的 也有可能是新买的 会不会在这个位阶呢 那这个位阶会怎么样呢 哇不得了耶 100万剩下25万呢 小鲜报到5年10年 无法解套的股票 那该有什么呢 好维星实现人生梦想 一个月三成真的不难 先进光一样 不用升级续约 普通会员一样照顾你 那甚至呢 郁金光多空双赢 空的漂亮 将来空投市场 你才不会吃亏 盘整盘才不会吃亏 全国的投资朋友 一个月帮你赚三成 可行吗 那过去我们确确实实 朝这个方向在迈进 也一一的验证给你看了 那你有什么计划 我们来帮你完成 那当然重点是 目前的操作难度更高 只有三成的股票要补涨 七成的股票要补跌 不要报错了 螳螂补蝉 黄雀在后 燃霾知己要过滤 手中的持股是补涨还是补跌 那燕榮老师呢 要利用A指标来帮助大家 尽最大力量来协助你 好至少你要让我知道你在何方 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 也预祝操作顺利 谢谢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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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